你还带着玩球 主人交代我们的事情你忘了吗 你是那是啦 早就办妥妥的啦 就把你给踢走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主人 要给粉丝网友设置好车呢 当然急啦 这事是半点马虎不得 瞧你急啊 主人交代我俩给一只银吃我们的 粉丝网友设置点小礼物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怎么会忘了你 这不马上就要见解了吧 咱们我们的粉丝成功错误了 所以主人就准备了一点过年的小礼品 准备送给一只银吃我们的粉丝朋友 你们行业力有限 所以数量有限 就只有两点要求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和我们的粉丝 第二就是经常给我们 作品点赞评论的 我们将在这些经常互动的 粉丝朋友当中 要想一些获得礼品的人 至于是什么样的小礼品 等你们生到就知道啦 最后恭祝大家 一年快乐 好 好